作为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哥 TVB这些年来培养了很多知名的港星 男神女神也不在少数 不过 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香港娱乐圈的没落 这些曾经的男神也陆续淡出了荧幕 过上了不同的生活 如今 他们大多定居内地 只不过有人落魄 有人身价上亿 还有人转行做起了网红 一、孙耀威 八十、九十后的观众应该对孙耀威都不陌生 在2000年左右 孙耀威接连出演了 乌龙闯情观 雪花女神龙 等多部热门的古装剧 那时候 孙耀威正处于颜值的巅峰期 看起来英俊帅气 温润如玉 他也因此成了很多人的童年男神 其实 孙耀威的起点很高 他本来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材生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获得了唱片公司的关注 从而接触到了演艺圈 出道第二年 孙耀威就凭借个人专辑获得了多个新人奖 前途一片大好 而且 他走的是影视歌三期发展的路线 并且在每个领域都有所成就 因此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小天王之一 然而 就在孙耀威的事业巅峰期 他却跟公司爆发了矛盾 当时 公司给他安排了日本演唱会的活动 但事前却没有给他任何彩排的机会 为此 孙耀威跟日本活动方发生了矛盾 一气之下霸演回国 让公司受到了损失 他也因此被血藏了 从那以后 孙耀威的事业便一天不如一天 曾经的男主戏离他远去 他也只能接演一些可有可无的小配角 如今 孙耀威加入了直播带货的行列 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商演 收入也算比较可观 维持生计绰绰有余 可惜的是 那种风光无限的日子是再也回不去了 二 苗乔伟 苗乔伟曾跟刘德华 梁朝威等人并称为TVB 五虎将 在八十年代他绝对是TVB最火的小生之一 他曾先后出演过 射雕英雄传 杨家将 等经典古装剧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不过才出道没几年 苗乔伟就果断退圈 转而开始创业经商 直到2004年才宣布付出 此时 苗乔伟已经人到中年 再加上他离开了那么多年 演艺事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只能从配角开始演起 索性苗乔伟的实力还在 很快他就再次获得了圈内导演的认可 资源也渐渐有了好转 2010年 苗乔伟先后主演了 《金之玉夜》《刑警》2001时 等作品 之后 他又跟蛇诗曼等人合作了 《试图行者》系列 刷新了港剧在内的播放记录 至此 他的演艺事业也迎来了第二春 在演艺圈 苗乔伟是一个负责敬业的好演员 而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宠妻顾家的好男人 自1990年跟七美真结婚以来 苗乔伟从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 堪称圈内的模范丈夫 婚后 两人生下了一二一女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时至今日 苗乔伟依旧活跃在演艺圈 虽然年纪越来越大 但他的魅力却不减当年 三 万子良 客观来讲 万子良的长相其实并不出众 但他却有一种豪爽 霸道的气质 尤其在饰演一些老大的时候非常明显 放眼整个香港演艺圈 能够在西装造型上跟 发歌 媲美的 也只有万子良了 万子良1977年加入TVB 这个时间点其实非常尴尬 因为这正是 五虎将 大红大紫的时期 所以 万子良这个新人基本上没有出头的机会 只好给歌路大咖作配 直到1985年 万子良才终于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主角戏 薛仁贵争东 从此他的演艺事业步入正轨 之后 万子良又陆续出演了 《望角卡门》 《大头仔》 《赌王》 等作品 并多次获得金像奖歌类奖项 名气也越来越大 除了演技精湛之外 万子良在圈内的人脉也非常广 他跟周润发 刘德华等人都是关系要好的朋友 并且他还提携了不少后辈 比如说周星驰 遗憾的是 随着香港演艺圈的没落 万子良也渐渐淡出了演艺圈 后来 万子良带着一家人到湖南定居 为了养家糊口 年迈的万子良不得不四处跑伤眼赚钱 再加上他早些年患有糖尿病 导致他的身体状况一度变得很差 从媒体拍到的照片不难看出 万子良现在已经头发花白 面容也苍老了许多 好在 万子良的家庭幸福圆满 他跟妻子也一直非常恩爱 这也是他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吧 四 吴启华 提起吴启华大家都不陌生 当年他在 九品芝麻关 李饰演的 方唐靖 让人记忆有心 刚出道的那两年 吴启华演了很多类似的反面角色 导致观众对他的印象也变得很差 可惜的是他那精致的容貌 直到1998年 吴启华才凭借一部 妙手人心 成功 细白 他在剧中饰演的 诚挚美 帅气稳重 成为了无数少女心目中的男神 后来 吴启华又陆续出演了 《以天图龙记》 《每位情缘》 等作品 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然而 此时的港剧已经逐渐没落 所以吴启华为了更好发展在 2011年选择进军内地 可惜的是 随着年纪增长吴启华的资源越来越差 近两年他出演的作品大多知名度比较低 当然 吴启华的片酬要比之前高很多 他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2021年 吴启华在广东中山购置了 一套面积很大的豪宅 据说要价600万 每平的均价高达3万左右 而且 吴启华日常的穿着汉配饰也比较奢华 他曾在一档节目中自爆 每年都会花100多万买衣服 至于大牌手表更是多达40几块 最贵的一块要价80万港币 由此可见 吴启华的家底还是很英识的 别看他平时为人低调 但消费水平却让人望尘莫及 5.罗嘉良 罗嘉良是TVB少有的 三界势地 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罗嘉良能够三次夺得这项大奖 其实力可见一般 罗嘉良长得非常正派 标志大方的五官 棱角分明的脸庞 天生就是演主角的长相 因此 罗嘉良出道之后很快就获得了关注 第二年就演起主角戏 《义不容情》 《射雕英雄传》 等经典作品中都有他的身影 借此罗嘉良的人气直线飙升 继生TVB最火的小生之一 到了90年代末期 罗嘉良更是成为了无可争议的 TVB一哥 在此期间 罗嘉良跟方敏仪组建了家庭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可惜的是 这段婚姻却没能长久 后来 罗嘉良退出TVB加入了香港环宇有限公司 并且在拍摄 完美结局 期间遇到了第二任妻子苏妍 苏妍的家境非常好 父母都是建筑科学院的高知分子 两人结婚时 婚礼的费用都是苏妍出的 而且她还给两人买了一套房子 婚后 苏妍为罗嘉良生下了一个女儿 从此罗嘉良儿女双全 堪称人生赢家 值得一提的是 苏妍不仅会演戏 还对理财很有研究 罗嘉良把自己的收入都交给她打理 短短几年之内就翻了好几倍 而且 罗嘉良还经常参加一些商演 每一次的出厂费都在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 收入非常可观 如今 罗嘉良在内的虽然发展的一般 但她的身价却不容小觑 保守估计都在几个亿左右 6.温兆伦 温兆伦也曾是TVB的最火小生之一 她曾出演过 《义不容情》 《我本善良》等经典作品 在那个年代红极一时 她长得温文尔雅 英俊帅气 但是却总在作品中演反派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观众津津乐道 本来 温兆伦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可是她的感情却太过混乱 她跟李美玲 陈梅兴等人都谈过恋爱 光是公开的前女友就有七八个 并且经常被前任曝光渣男行为 久而久之 温兆伦的口碑渐渐崩塌 演艺事业也受到了影响 为此 她只好出走TVB 来到内地发展 可惜的是 到了内地之后 她的资源也非常一般 事业并没有什么起色 2013年 温兆伦跟女星赵婷领正结婚 总算是为自己的狗血情史 划上了一个句号 之前 温兆伦曾在直播间带货卖卫生巾 导致很多观众都觉得她落魄了 然而 温兆伦的生活要比大部分港星好得多 表面上 温兆伦只是一个过气的艺人 可实际上她名下有很多房地产公司 内衣品牌 特别是她名下的一家美法连锁店 短短半年的时间就在武汉开了40多家店 旗下的员工多达1000人以上 这些店铺每年都能为温兆伦创造几亿元的营业额 所以说温兆伦压根就不缺钱 对她来说 直播带货并不是一种赚钱的途径 或许她只是想借此找回当明星的感觉吧 7. 吕宋贤 吕宋贤1990年签约亚视 跟江华 吴勇为 万启文并称为 双生双弹 不过 吕宋贤在亚视的几年发展得并不好 一直没什么人气 因此 她在1994年退出了亚视 转而签约了TVB 刚签约不久 吕宋贤的演艺事业就迎来了转折 当时 她在 笑傲江湖 李氏演了男主 令狐冲 凭借这个角色火遍两岸三地 直至今日依旧被称为最经典的版本 那段时间吕宋贤风头无量 可惜的是这个热度没有持续太久 在笑傲江湖之后 吕宋贤又陆续出演了不少作品 但都没能达到之前的高度 久而久之 吕宋贤的事业陷入了瓶颈 在香港发展不下去 吕宋贤只好把目光放到了内地 然而由于年龄原因 吕宋贤到内地之后也没有拿到什么好资源 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最近两年 吕宋贤甚至连登上大荧幕的机会都没了 只能在各种网大里看到她的身影 而且 她的知名度也要比罗家良等人差太多了 之前她曾在上海街头做过一场调查 让助理拿着自己的照片询问路人 结果压根没人认出她 好在出道多年她也攒下了不少积蓄 如今她在上海定居还开了几间餐厅 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8. 吕良伟 吕良伟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明星之一 在港剧最火的那个年代 她出演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像《上海滩》 《雪山飞湖》等等 当年 迷恋吕良伟的少女不计其数 就连圈内的很多女星也对她青睐有加 她的感情经历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前两任妻子周海妹和邝美云都是圈内的美女 可惜的是 这两段婚姻都没什么结果 最后草草收场 到内地发展之后 吕良伟偶然结识了商界女强人杨小娟 两人很快相恋结婚 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 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些年来 吕良伟非常低调 作品的数量很少 反而经常参加一些商演活动 无论规模大小 吕良伟都来者不拒 给人一种 饥不择食 的感觉 可实际上 吕良伟的出厂费高达30万元 一次商演就抵得上普通人两三年的收入 完全不掉价 除此之外 吕良伟也在妻子的指点下创建了公司 自己做起了生意 经过多年的发展 她的公司早就步入了正轨 她本身的身价也高达数十亿 是圈内的隐形富豪 如今 吕良伟依旧在各地跑商演 虽说这些收入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但谁又会闲钱烫手呢 这八位男星都曾是TVB宏极一时的男神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的事业不复从前 让粉丝们倍感遗憾 索性他们都很有能力 就算不能演戏也可以靠其他方式养家糊口 甚至还有人成为了亿万富翁 这对他们来说也算是很好的结局了